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悠 今天我們發了兩部影片啦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教學就是 一屯一火塞門 然後你需要先知道的是 你隨便你的門隨便一個 隨便什麼石頭都可以啦 然後我是使用石頭 我也是看別人怎麼做的啦 這就是教學 為什麼石頭只有六四個 可能六四四個 那我們就先開始吧 先放兩個壓力板 再放兩個活塞門 欸不是活塞門 粘線活塞 接下來就是要放兩個石頭 一二 然後再放 呃 如果他有動的話就是代表你 你做的是正確的 對 然後拔掉 他可以收回去 然後利用這個特性的話 你在挖 這裡挖一個 一個掉 然後 這裡也挖一個掉 這裡 然後隨便土都可以 你放在哪裡都可以 呃 這裡也挖掉 一二 然後 挖掉之後再接紅石 挖挖 挖挖 你看 這樣 就 大功 好了 一乘一活塞門完成了 這就是 活塞門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 顯露在山洞裡面 拿 看 我忘記了 過 這樣就可以 小心 小心喔 不要 停在那裡 停在那裡 是會受傷的 就可以這樣 顯露 不要顯露出 再來原貌 這就是 活塞 這感覺是山洞裡 但是 不是在山洞裡 你看 可以把它 都關起來 這樣 人家都不覺得說 啊 你在家裡啊 還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到這裡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按讚 分享 那我是阿佑 我們下部影片見吧 掰掰